Yahoo 哈囉各位索尾小兔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花花 那今天來到我們的場景 我想要幫大家介紹一些 我們電源外出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以往我們需要長時間供電的話 我們都會用到類似這樣的產品 這個 這個產品 這個叫做假電池 有各種不同型號的假電池 像這個可能我們就是FW50的假電池 是專門給Sony用的 這是LP16的假電池 是專門給Canel使用的 那正常假電池後面 我們會銜接一個變壓器 再一個延長線 到我們110V的交流電 就是一般我們的市電內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長時間對我們的相機供電 但是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如果今天不在家裡 我們要出門的時候該怎麼辦 那出門的時候 最簡單之前 我們會有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它一頭是USB的 一頭是DC頭 這個叫做升壓線 主要是因為說我們的電池是7.4V 我們把它串上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行動電源端 這個USB行動電源端 是5V的 所以說這個機制 就是要讓你做升壓的動作 讓我們5V的行動電源 可以升到7.4V 對我們的相機供電 但是這樣會產生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行動電源不夠力 或者是中間轉換不及的時候 我們的錄影可能就會中斷了 所以說我們很常發現 客人會跟我們回報一個問題 如果錄影中斷的時候怎麼辦 他拍照可能可以 但是錄影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 如果真的電力不足的時候 相機我就關機了 這時候我們可能那個片段 就不會存到檔 那我們看了各式各樣的商品之後 後來發現有一個蠻好的東西 可以來解決這個方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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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它的品牌叫K4 Relay K4 Relay 然後後面有一些它規格上的介紹 K4 Relay其實它裡面是一個 有電池 就像我們行動電源一樣 但是它可以幫我們做電壓的轉換 並且有一個些微容量的中繼點 就是說我們後面一樣是接我們的行動電源 那裡面它這裡會有 這裡會寫 1200mAh的電量 去做電源的轉換 那它會告訴你說 我們Input是5V 那我們輸出是7.4V 1A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對我們相機供電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行動電源可能不夠力的時候 至少我們這裡面還有1200mAh的容量 讓我們去做存檔 或者說去更換行動電源的動作 那在正面的部分 它這裡也會有燈號的顯示 會有紅色、綠色、橘色的燈 來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電池容量的狀況 讓我們說 確保說我們每一個錄影的檔案 它都有存檔到 這叫做K4 Relay 那一樣就是後面接我們的行動電源的裝置 前面接假電池 這樣就可以確保說我們在戶外的時候 我們電源使用是OK的狀況 那介紹完K4 Relay的話 最近我發現一個還蠻好玩的小東西 這個 方向電池出產的產品 它叫Nano Hub 它其實也是一個電源的轉換 但是它裡面沒有電池的容量 但它提供了很多種不同的口 可以讓我們做輸入跟輸出 我們可以看它的側邊 側邊的話會有Type-C的桶 Type-C的孔其實是雙向的 所以說我可以從一般我們的方塊的那個變壓器的頭 然後對它輸入到裡面 之後我就可以從其他的USB頭出來 或者是7.2V的DC頭出來 或者是另外一邊12V的DC頭出來 可以對我們的相機啊 BMPCC啊 燈具做供電 另外它還有兩個D-TAP的頭 這裡 這裡有D-TAP的頭 跟側邊有D-TAP的頭 這也很方便 因為很多專業的攝影機 它可能會吃到這種D-TAP的頭 它這裡會做14.8V的輸出 到16V的輸出 對 那我們的行動電源也可以直接接上它 然後它也可以這樣子做一個轉換 做更高電壓的輸出 那我們說如果突然間我們的V掛電池沒有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透過它對我們的相機 燈具、攝影機去做供電 去做電源的轉換 也是一個很方便的小產品 有時候你如果 你可以把它丟在包包裡 如果真的是在戶外的時候沒有電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應急的小產品 那今天的介紹大概差不多到這邊 那方向電池還有很多其他好玩的東西 可能說像NANO1 非常小顆的V掛電池 很像一個體積跟行動電源一樣 但是它容量卻很大的V掛電池 對 但是以V掛電池中它體積算小 或者是 還有大一點NANO2 或者是BPM150 也是比一般我們V掛電池體積都還要更小 都是他們家比較新穎很熱銷的產品 那他們家陸續還有一些970 V掛護轉的東西 我下次會在影片中一起幫大家介紹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想要聽到什麼商品的介紹的話 也可以直接跟我們說 我們都會一一的開箱給大家知道 謝謝大家 請訂閱